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认为年轻人走上工作的岗位之后 应该先建立好一个退休账户 如401K和IRA进行股票投资 几年后如果掌握了一定的投资经验 建立好了信用和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然后才探索房地产投资 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对美国各地房地产的个人看法 和大家一起学习 如我有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在留言里向我指出 我的这些看法是基于我对这些地方的实地考察 和跟朋友之间探讨而得到的 首先我们先谈谈加州包括Santiago LA Bay Area Sacramento Storton 还有Bay Area和LA之间的一些城市 如果你在2013年 这些地方买的房子 你的房产增值应该很不错 如果做房租出租Cat Rate也不错 但是如果你现在在加州那些地方买房子 Cat Rate应该很低 挣的现金流也不太可能了 因为那边的房子已经涨了很多 我有朋友在那边买的房子近130万 2010的时候掉到90多万 现在可能比他买的价格高不少 所以在那边投资买房地产 进行出租 已经不太相识了 不单是Cat Rate不高 没有挣现金流 想指望房产增值 也是不得而知 对吧 好了谈完了加州 我们再谈谈 Fenix和Las Vegas 这两个地方离加州很近 在2010年的时候 这两个地方是美国次贷危机 影响最大的两个灾区之一 那时候房价是高位的30%左右 也就是说在0708年三四万的房子 到10年11年的话 可能就剩10万左右 现在回想当年的情况 简直是遍地是黄金 5万多美金就可以买一个 One Car Garage的Single Family 7、8万美金就可以买一个更大一点的Single Family 后面还有睡眠铺 非常不错吧 当时很多加州的 包括我一些朋友和纽约的投资商 都跑那边去买房子 很多买完后出租 听说有一个纽约的房地产公司 当时买了500栋 做出租 当时的CAP8 在45%左右 记住啊 这是Single Family 45%左右 非常不错 然后HOA费 还很低 地税也不高 1%左右 如果当时买了50栋 相信现在 就跟加州的老朽一样 坐着游轮 到处游山玩水 走游世界了 好了 谈到加州 Fenix和Las Vegas 现在我想再谈一个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海边城市 Miami 2010年的时候 Miami的情况跟 Las Vegas和Fenix差不多 房价比高位 掉了60%到70%左右 有点不同的是 在Miami 很多都是高层里面的 Condominium 不像Las Vegas和Fenix的 Single Family 所以当时 即使你买的房子 Condominium Cabrable还不错 但是它因为是Condominium HOA费非常高 有些是500到700 还有更高的 这让很多投资商 或者投资客 望而止步 当然了 就像Fenix和Las Vegas一样 这些Miami的房子 现在已经 又回到以前的高位了 因为Miami有很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投资客 比如说加拿大 欧盟 南美洲 还有大陆 和澳大利亚 他们在Miami 买了这些Condominium 当做度假屋 而做短租用的 出租屋 但作为我们一般的房地产投资者 买这些房子来出租 这个想法已经不太现实了 因为Kerat现在已经不高了 再加上非常高的HOA费 基本上完全不可能达到正的现金流 好 今天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 我会接着讲 美国的其他一些地方 如Houston Orlando 还有北卡的Sherlotte 以及 纽约市周围的 一些地方的房地产情况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话题 请继续关注 不要错过下一期 的视频 谢谢大家 观看和聆听 如果 喜欢我这个视频 请 关注 分享 和订阅 谢谢 下次视频 再会